2018年7月24日9点14分34秒来源,参考消息网源标题,冷静近来,台美军事交流升温,当台当局沉浸于美国参议院提案, 美军应主动参与台湾军事演习时,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主任格莱伊·巴尼格拉沙又指出,作为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一部分,台湾将参与美国在所罗门军岛的海军演习,台当局如此与美国没来演去,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 对此,所谓台军航母杀手,雄三导弹的前总工程师张成表示,台军目前严重缺乏精神战力,也就是缺乏为何而战,为谁而战,的精神能量。 他同时也反问,谁能说服我,当发生战争时,被台当局斤斤计较,无如果的后备军事官会回应报道,为理念不合的台当局作战,雄三导弹。 据台湾东分析闻云消息,雄三导弹前总工程师张成近日声称,台军一方面强调装备性能提升,另一方面,又有了美国的支持,那么台湾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? 张成质问,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是否察觉到台军在精神战力、训练、后背动员等已经呈现的窘况。 在张成看来,台军目前严重缺乏精神战力,也就是缺乏为何而战,为谁而战,的精神能量,起因在于政治人物将重点放在所谓台湾价值,并刻意将两岸问题,狭隘到台独议题,不会为台当局而,站对于所谓年金改革。 张成表示,台当局以挑起队力的方式,刻意侮辱已经将大半人生奉献出来的退伍军人,以至于现在的军校招生,军队募兵,只能以待遇优偶,美虐官兵为诱因,如今能让台军愿意牺牲生生命的信念在哪里? 除了精神战力松散,台军的训练也不扎实,张成已早前进行的汉光34号演习为例,事关秦良峰从高空坠落受伤,他虽已服役三年,但只有11次跳伞经验,约每三个月跳一次伞,张成说,跳伞的经验,如同步枪打靶,是为战而训,必须扎实,谁能说服我,现在的台军训练足够,扎实, 在提到后备军人的动员与战力时,张成反问,谁能说服我,当发生战争时,被台当局斤斤计较,无如果的后备军士官会回应报道,为理念不合的台当局作战,有国民党官员直言,台湾没有打仗的本钱,因为射击失数严重不足,导致射不到版,先进武器全靠采购外国,各军众只剩下18万6千人,且募兵失败, 总兵力逐年下降,不要指望美军对于台美军事合作升温,张成表示,美国目前重视台湾,提升台美军事合作,是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,然而,战略位置的重要性,会因时空而改变,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,张成警告称,在此前提下,台美军事合作升温, 只是美国利用台湾来牵制大陆,台军不宜期望过多,如今,由于对台军丧失信心,台湾许多年轻人已不愿服役,因为为谁而战因何而战的问题,一直困扰台军,一个没有方向,一直涣散的军队,自然对台湾年轻一代没有吸引力, 此外,台军丑闻频发,台湾执政党更替,台军内部不断经历清洗,许多年轻人对从军早已失去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